好工老板是不打不相似 我觉得我们的材料 今天买啊 来个一百五十块 最多就三四十块 我们想那个 人均的消费高一点 应该是多少钱呢 正常来说 合起来都不够两百块 你这里要帮说你 你一来吵 谁来帮你站后面 不断在吵 后面有个人就知道 给东西里藏华州的东西 准备好切好姜啊 姜都没有 好 好了 好运 还有全哥 也是一个神奇的人 全哥也是香港人 老个孩子还是香港人 他今年六十一岁 十四岁就开始学厨 七年前来到广州 就喜欢上这个城市 下一盘 为什么这个人那么帅 一做菜 就好像就长得 很自然散发一种魅力 我们对全哥的崇拜 不滔滔江水 好呀 全哥 精彩 放不上每个 瘦之间的味道啊 全 好亲切 蠢啊 吃午饭没有啊 有没有想我啊 我们对全哥的依赖也很猛烈 秋天应该喝什么汤了 大家问一下全哥 没问题 去请教全哥 又是找他 喂 请全哥 全哥 我们现在出发去你店里了 全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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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了 他突然就 是什么原因呢 开一点都可以嘛 就是这样了 好 这个我这图都给你们了 还有不明白我 全哥 这个看看 可以 全哥 我们要全哥 对 全哥你去哪里了 全哥你去哪里了 全哥 全哥 全哥今天来到做我们的殿堂 我们自己有没有感觉不一样的 我们自己有没有感觉不一样的 有 有 就是觉得全哥必须每天都来 对 不会的 明天准时十二点半来的 你带一点食物给我们吧 好吧 明天见 师傅 明天见 明天见 我看 我看情况啊 明天的情况没问题啊 大门未敞开 我看情况啊 我也很忙的嘛 老师过来不行的嘛 全哥 大鱼 龚先生 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这 就是人情味嘛 有信有义 有来有往 是邻居 也是朋友 很开心的出生意 可是 我们的人情味 怎么带给大家呢 有人说 我们不会做饭 要来开店 吃饭的不能啊 是 你 你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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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 你 没想过随随便便 要认真做出一件事情出来 还要让它变成有意义 什么 没做取胞 再没做取胞 不能一步当天 因为真的需要时间 慢慢累积那个经验 才会越做越做越好 学习做菜好像没那么难 难的是 人越长大越不懂 怎么回事